坐落于来玉香稳热段137013771378及1379号 总面积4.9公顷的来玉香地球公墓与管理出行新建工程 在2013年12月11号举行动土开工典礼 总工期为一年 终于在今年8月26号完工落成 邀请了乡辖西方宗教团体联合驻岛 亚辖西方宗教组 主下 救世了人世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我同心我知道 这是最美的祝福 至于原住民传统祈福仪式 相公所表示将于公告之后 正式启用才会受邀祈福 如果启用的话呢 还没有 为什么呢 启用的话一定是要按照 宣政府相关部会公告才能够启用 所以我们算算那个时间还有两个月 只是完工和那个做一个接牌仪式 要启用的时候才会有 因为启用还要等我们这个 整个验收完毕 验收完毕以后 他就变成说 还要报请宣政府 上级单位来整个各级处来看过以后 通过以后他公告 公告完成 因为地球公墓 反正这个公墓所有殡葬设施 都是要上级单位公告以后 才可以做启用的动作 我们还要做祭拜的仪式 应该要做啦 但是就没有动员那么多人 是这样 反而我们做祭拜的仪式 会啦 这个 是全国唯一这几年所新建的 达罗那公路唯一的民主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特别重视 就是这个有一个原因 然后是比 第二个那一步是 山岸都比嘛 啊呀 我们的连议员政政 我们都全省长 都有他们的私利 但是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进行 公墓设置部分 内政部补助新建经费3200万元 将积极推动来乡第九公墓的设置 容纳临近原住民部落所需 以利灾区新来疫住户 附近乡镇的殡葬用地问题 获得舒缓 成立4年多的行政院 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委员会 虽然已经正式走入历史 但是重建会主委陈振川 仍然亲自来参与落成祈福 他表示以后还是会透过 县政府及乡公所表达对大家的关爱 我们重建会的关门 并不代表所有的工作就中断了 因为所有的其他的 对于我们部落社区相公所的服务 还是会由政府的中央机关 还有我们的县政府相公所 持续的来为大家来服务 我想这个中央政府 因为所有的工作会回归各部会 还有地方政府 还有乡公所 我想服务部落 服务乡公所 服务社区这个工作一定会持续 而且我们在各种角度 还有我们重建会的同仁 回到各个部会 一定会成为我们这个部落 社区最好的朋友 从各个部会的力量来 协助我们沿湘发展跟建设 考量台湾地下人筹 土地资源的有限 内政部持续推动 具质栽美化效果的环保自然账法 也就是所谓的树葬以及花葬 以促使公墓绿化 公园化 鼓励地方政府 融入环境保护的概念办理 以后就是树葬 花葬的地方 什么叫树葬 花葬 就是有一棵树是你的 就是你的骨灰 是你 花葬也是一样的一个方式 别人公开当中都说 我都乱到地树上卖 永远就会成长了 你永远都会成长 那个花永远就是开花的 就是你 所以告诉各位 这个是叫做花园公墓 也是多元藏区的地方 我们旁边还有一个是土葬区 它还有一块还有列入树葬 还有一些的那个 可是大部分土葬的区会比较多 然后树葬这样 树葬可能是以后才会有的计划 一般的树葬是将它火化之后 将它的骨灰罐 植于它在它的那个树的根部之内 或者是取部分 是看家所的意愿是怎么样 这样子来做树葬 可以由家属来选择需要种什么树 树上面可能就是会别上那个 我们的王者的名字这样子 火化的那个概念还不是很够 因为他们的思想还是很传统 就是要入土为安 所以这个火化的部分 可能还是要去再 公所可能是要再去多做宣导 直接火化 然后不管是对家里 对王者都是很好的 不用说已经土葬之后 还要再做简谷这样 二次动作啦 这样子 多元花园树葬公墓 简单的说就是选择一棵自己喜欢的大树 让尸骨如若花一般化为村泥 回归大地 既不予活人争地 也可让后人在大树之下追忆先人 或者更潇洒的将骨灰撒在特定的区域内 随风飘向远方 不留一点痕迹 火化之后的选择不止除放在那谷塔 从那谷砖那谷墙到树葬的环保自然葬不一而主 这种殡葬处理欲来欲重视环保 卫生美化与绿化 同时兼顾怀念追思的感情 尤其所强调结葬与结葬的观念 至于花葬概念部分 就是让往生者骨灰直接撒在龟化范围内 撒葬去将变子樱花、玫瑰花、山茶花、杜鹃花、海域等各类树种 未来将可依个人喜好选择和大自然合而为一的各式葬法 如樱花葬、玫瑰葬等 多元葬法嘛 这边就是一种树葬、花葬啊等等 就是整个这一块地区都是未来规划的方向 还有树葬喔 对,树葬你不知道吗 这个现在就是这样子啦 多元 多元葬法 多元葬法 你看那个地方都已经打平了嘛,有没有 现在从这边嘛 现在开始已经做了一百多个穴 上去还有很多空间 它是因为经费的关系嘛 所以 记者从那站在屏东来以的报答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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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